近日網上熱賣一款聲稱是快想黑星的車牌隱形噴劑 從網上見到只要將噴劑噴在車牌上 雖然表面上看沒有什麼分別 但手機閃光燈一閃 就會發現車牌反光 什麼都看不到 說用來避影快想就是最好不過 這款噴劑一套有兩支售價250元 有市民買了之後但擔心犯法 所以交給我們找專家測試 他用兩支所謂的AB噴劑 那些是化學劑來的 噴一支劑下去之後可能會有膠水 噴第二支下的時候可能就到了一個反光膜 反光膜會用絕光的方法 當神光燈射落的時候 如果我們在高低射過來的時候 拍出來是這個Z這一堆字 看不到是白了 盧國強說噴了噴劑之後 從高低角度 甚至模擬快相機的拍攝方位測試 證實隱形噴劑都是有效 不過在正常日光之下 一看就看得出 車牌上面有一層膠膜 很容易會被警察發現 港大化學系副教授馮應聲就估計 這些噴劑分別是噴霧膠水和反光微粒 噴上車牌之後 會形成磨砂半透明的保護膜 用閃光燈照射的時候 反光微粒就會反射光源 原理就和露面鋪貓眼石一樣 而執業大律師陸偉雄也說 買入並將隱形噴劑噴在車牌上面 已經違反了道路交通條例 而售賣產品的人也有機會被控 協助教唆他人犯法 不少駕駛人士都說 不會用這些產品 這位小姐也呼籲警方要加強執法 不要讓這些產品流入市面 ONTV都網上電視新聞台報導